大家好,欢迎来到由麦子学院为大家提供的企业文章后台制作实战教程 我是本特课程的主角老师,我姓杨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将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并完成一个项目案例 本节课程是本特课程的第一节课 在这节课程里,首先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套课程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 以及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项目案例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它是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项目需求 我们知道一个网站通常由前台和后台两个大的部分组成 那么前台的部分内容呢,主要用于展现整个网站的内容 便于我们的用户进行访问和浏览 那么前台的内容是如何发布和生成的呢 这里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网站后台管理系统进行发布和维护的 同时呢,有了这套管理系统以后 我们的网站管理人员就可以很方便,快捷,刚确的对网站进行管理和维护 所以说,一个完整的网站呢 它的后台管理系统是并不可少的一部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本特课程所要学习并且制作的一个后台管理系统 它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这套管理系统有一个登录的界面 从这个登录界面里,我们输入账号和密码以及验证码以后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管理系统 这个后台管理系统通常是有顶部的档行以及左侧的档行 还有我们中间的内容区域三大部分组成 这也是一个经典的后台管理系统 它的布局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系统管理里面 它的顶部有一些大的功能档行模块 比如说我们的常规管理,模块管理,系统设置在那一些大的选项 在每个大的选项里面,它的左侧会出现相应的 具体的小的一些功能选项 比如说我们的常规管理里面 我们可以对公司的介绍进行一个编辑和发布 还有像新闻列表,新闻中心 还有像发布产品 公司相册等等的这样一些内容 还有像这个系统设置里面 我们可以对网站的一些基本属性进行设置 比如说我们的网站名称 网站的标题,关键词等等 当然它的一些配置项是十分多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 正因为它的一些功能的比较全面 所以说对我们的网站在管理和维护上 其他的作用就是很方便和会计 好 接下来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本特课程的一个课程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本特课程的一个使用对象 第一点 如果你是十分热爱并且想学习前端技术的学员 那么你可以来学习我们的课程 第二点 由于我们做的是一个项目案例 所以说我们希望学员最好有一定的web前端开发基础 比如说像我们的html,css,gs等相关的内容 当然不需要大家特别的熟悉 难道是大家在以前有相应的了解也是可以的 因为本特课程将带领大家一步一步来编写这样一个管理系统 同时在课程里面我们会对这个web的开发基础 html,css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进行讲解 相信学到这堆课程以后 大家会对这个web开发的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那么本特课程的学习目标 第一点是掌握web前端布局原理 这里主要是咱们的经典的div加css布局 这一点是每一个前端开发人员必须掌握的内容 当然在页面布局里面有很多的使用的技巧 这里也会给大家讲解到 第二一点就是说要掌握web前端页面特效的制作原理 通常我们的一个网页 它有很多的特效 比如说我们的图片加载 像这个导航菜单的切换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特效 那么这样的特效呢 是通过咱们的脚本语言 像jama script这样的编程语言来完成的 当然还有像加query这样的框架 来帮助我们快速高效的完成 特效的制作 加query呢 它是一个jama script的内裤 在它的里面呢 包装了很多的一些功能和工具 方便我们对这个特效来制作 第三一点呢 就是学习完北道课程以后 咱们能够独立的完成 并实现一个前端页面的效果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前端开发人员 在前端技术上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 小的目标吧 那么本套课程的大概的一个预计时长呢 在十个小时左右 并且呢 本套课程的一个课时进度安排呢 就是根据咱们的这个管理系统 它的模块 各个模块之间配合来实现的 比如说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里会讲到 它的登录页面如何来制作 以及它的特部导航 导航中的菜单 以及左侧的导航 以及整个导航里面的相关的具体的内容 是如何实现的 通过这样的一步一步来制作呢 最后呢 来完成整个后台管理系统的制作 咱们的每节课程呢 大概会安排15分钟左右的课时 所以大家跟着咱们的这个课程来学习呢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够学习到 咱们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是如何去制作我们的一个项目的需求 并且最终达到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 这样对我们的前端的技能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接下来呢 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 那么本的课程呢 使用这个开发工具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 这个开发工具呢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开发工具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爱好来进行选择 这都没什么问题 另外呢 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最好能有一个Photoshop的这样的一个做出软件 虽然我们的页面的制作通常是由我们的这个美工和设计人员来完成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会对一些小的图片进行一个小的处理 所以说不需要大家对这个工具有特别熟练 并且呢 有一个很能够熟练的使用 大家只要能够简单的制作一些小的一些功能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量一下图片的尺寸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最后呢 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呢 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视频课程的时候 大家最好呢 跟着咱们的这个视频课程一步一步的来敲代码 这样呢 便于大家提高学习效率 不然的话 大家光看视频的话 大家对这个知识的理解也不是很透彻 同时呢 容易忘记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边看视频边敲写代码 如果说在看视频的时候 遇到什么不明白的 大家可以先停顿一下 然后充分理解以后再接着往下面看 这样呢就给大家在这个技术学习上呢 它的一个效率呢就会提高 本节课程呢 就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程呢 我们将正式进入 编码开发阶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